这个年糕给你来的颜色瞧瞧 斑蓝年糕绿色的年糕味道非常可以 这一颗长得还挺好的 像这个斑蓝叶就越剪它就会越生长得越好 这些蚊子太多了 我的这些手都红肿红肿了 懂得挠着 你说做过农民也是不容易的 一会就消肿了 它的滋养效果也会特别好 这些脑已经消下去了 都已经不痒了 OK 拿回去了 把蓝叶拿回来清洗一下 把它冲洗干净 抓着给它刷干净一点 OK 拿进去榨汁 加入一清高生的水 有没有在一起 我滤一下 这个斑蓝芝是炸好了 现在准备和面 那我别掉起五百五两两两两两两 对了 别来摆了 糯米粉倒进去 斑蓝芝倒进去 一边搅拌一边倒入这个斑蓝芝 就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又给它捏成个小长条的 等会放到锅里面好煮 这个味道 特别的香 一种植物的芳香 这就好了 准备拿回去煮 这就好了 准备拿回去煮 准备下锅煮了 这也是五斤的糯米粉 所以准备了八百克的白砂糖 先把糖煮化开 这些白砂糖呢 我是先放了五百毫升的水 在里面把它熬化开 再倒入这些叶子 一起熬煮 叶子已经煮沸腾了 现在开始下入这些斑蓝粉团 绿色的凝膏有没有吃过 今天就弄点颜色给你瞧一瞧 肉已经煮得很浓稠了 要不停地给它翻一下锅 不然会粘到上面的 哇 嘴巴一点滑到里面 很糯香甜 嗯 真凉 嗯 逼我 还是要这两根棍子 放到里面去剪 又是一个很费力的过程了 刷一些油上去 好脱模 好 面给它刮平 这斑蓝味的凝膏非常可以 斑蓝凝膏就制作完成了 好脱模 好脱模